Hello 大家好 吴迷 этого吴迷的影片 我是Vios 今天要說一下這條影片 裡面提到的一些細節 內容 就是不同工作的剪囚或是囚囊 所以今天講話都是炒冷飯 加上就要戴幾個頭盔 就是所有構思都是人家 根據業界的平均值作考的推測 所有這些不是官方說過的 所以大家聽來參考一下 所以今天就要提醒大家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這兩個詞語呢? 一個就是韌碎,一個就是Yala 不記得的話可以去之前影片看 我再說一次有什麼工作或者什麼事件 會是因為賣出的量不同會影響到成員的收入 第一個就是CD CD裡面也有分的卡 寫真集,電影,電視劇,舞台劇 電視劇,綜藝節目,還有廣告 多數都是以上的範疇 如果一個成員經常出現這些工作的話 都可以代表到他自己的薪金 即是報後級的份量都會比較多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以上的不同的工作 成員會分到多少錢和公司會分到多少錢 在開始話題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現在開始我們的話題 先說一說CD,Single或者Album 在很多的綜藝番組裡面 CD也有說過其實是用不同方法去分成的 但大多數都是有一個固定的分成方法 那我就找到一個資料 就是一些大手,即是一些大的CD公司是怎樣分成的 一張CD裡面 50%的銷售額就會去了唱片公司 而100%裡面的26%就會去了CD購物店 然後17%的銷售額就會去了整CD公司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 大部分的錢其實都已經離開了 成員收到一定不會是這麼大分 還有什麼小的數目呢? 有一個叫JASRAC就會分到1% 這是什麼團體來的呢? 就是一般社团、法人、日本音樂、創作権、境界 哇!好長啊! 而3%就會去了一個叫做音樂出版社的公司 這個音樂出版社和JASRAC 其實都是保障一些創作人的東西 最後的那3%呢 就有1%是作詞人 1%是作曲的人 而1%就是藝術人 即是說 這麼多人裡面只分1% 但是呢 以上的一些百分比 真是說一些很大路的一個分成 但是秋元康這個這麼大的人物 他會不會真的拿到1%呢? 我就覺得不會的 那他可能會 因為他這麼響的名字 可能會多一些百分比 就可能3%又有4%都不出奇的 而其他的百分比 也會有所調整也不一定的 但是這裡也是一個商業機密 沒有辦法得知的 那我們現在就根據以上的一個比例 去做一個小小的推測 賴木板是會有多少錢收的 那我們拿回26單 僕は僕を好きになる 來做一個例子 那一張single的初回判 那就是1900元連稅 那香港的貨幣呢 就是135元左右 那大家買到的就是因為代購 所以也會加了少少錢 都不出奇的 那如果我計算的時候 很不小心地 忘記了把這個消費稅去拿走 那所以呢 其實我以下計算的那條數 都是包了10%的消費稅在裡面 我說出來的那個數 再減10%才是真正的收入來的 那在1900元裡面 是190元是被政府拿了的 那如果我是真的用1900元來計算的話 Sony呢 一隻點會收到950元呢 就大概67元港幣 而一些CD shop 例如Tower Record HMV 或者其他大家會買到的一些店 就會收到494元 大概35元港幣 那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但是老闆想在這個位置 給少一些CD shop 所以才會和Seven去合作 都不出奇的 那這個都是我的FF 沒有fact check過的 那聽聽就算了 那減掉其他東西了 那在這個1%裡面呢 成員可以分到多少呢 1%就是分到19日圓的 那現在成員有40幾個人 就是說一個人呢 一個成員呢 賣出一隻碟呢 是可以分到0.44日圓的 那在港幣來說呢 是代表三仙的意思的 但以上所說的也不包括一些壓秀匯的計法 那就是一個很大陸的計法 而卡拉OK那方面呢 其實一首歌唱完整唱一首歌的話呢 那個group就會收到1-3日圓左右啦 那所以我都覺得卡拉OK和CD的話 其實出來都是為了增加曝光和知名度 而不是真的為了賺錢的 而為了賺錢的話呢 就有其他方法的 那就是有寫真集啦 那寫真集也是非常受爭議的一個話題來的 因為呢 當你那個公司和一個寫真集出版社去合約的時候 談得不好的話呢 那個收入呢 成員的收入和公司的收入呢 也都會很大的影響到的 那麼我們也都看一下寫真會分哪三個方向去分那個錢 那就是有三個方向的 那就是有分 版源啦 Hanmoto 書店啦 書店 和取次的 取次的 那這三樣東西呢 分成呢 正路就是721 那你就會想啦 那偶像的收入會從哪裡來呢 就會分成在版源裡面 而其他那些 例如 cameron man 的人工啦 或者去外景的時候呢 那些外景團隊的那些人工啊 住宿啊 全部都會放在版源裡面的 那我們逐個逐個去解釋這三個terms是什麼來的 首先 就是 Hanmoto 其實呢 就是出版界的一些terms 就是代表出版社的意思來的 就是幫你去完成這本寫真集 幫你做這本書出來的公司啦 而 Torizuki呢 就是說著書店和出版社中間的聯繫人啦 出版社呢 就沒有能力把他們自己的書 送去日本全國每個地方的 所以就要用這個的取次呢 去做一個中間人 將他們的書呢 由東京送到沖繩 那沖繩的人都可以看到寫真集的意思啦 最後就是書店啦 其實都是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bookstore的意思啦 現在就有一個新的趨勢啦 就是有一些書店呢 會特意幫一些寫真集去搞一些活動的 就會提供不同的特典啦 譬如你買一本的話就會有簽名 買兩本的話就送什麼 而這些活動也可以間接地推高了他們的銷售額 而最多這些Campaign的書店呢 就叫做福家商店啦 就是大家經常都會看到 後面就是綠色背景的那間書店啦 那我講了這麼久都沒有去到重點啦 那其實呢 IDOL通常都會分到5-10%的印稅的 那但是又不可以說真的印稅喔 因為其實呢 這個拍了出來的寫真集呢 他那個的印稅 就是說他收的印稅呢 其實是全部歸到Cameraman那裡的 因為是他拍出來的作品來的嘛 那但是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是IDOL可以用一個方法去收錢的 就是叫做超障使用的一個費用 因為他都出了自己的樣子的嘛 那就是用這樣的方法去收錢的 那所以那個印稅呢 在這個寫真集裡面呢 是不適用於IDOL的啦 那就是for Cameraman的 而IDOL的錢呢 就叫做超障使用料的 那但是呢 在這個超障使用料裡面呢 其實公司也都要抽籠的 那在這個的奶木板的成員裡面 因為他們也都有自己的事務所啦 那他們就一定會有公司人 和一個的 Cameraman 和出版社去談這個印稅和超障使用料的 而當他們有這個公司的support的時候 其實這個超障使用料呢 其實他那個收到的錢呢 應該是會多些的 因為他也都要確保公司的收金錢啦 最後奶木板成員他們收了的話 也都可能是會被公司抽了用啦 那可能他真的收到的 真的只有5-10%都不奇怪的 結論呢 都是說我沒有找到成員的話呢 大概是會收到多少錢的 哈哈哈哈 那以上就是我找到一些比較詳細的資料啦 那也都說一下一些沒有那麼詳細的項目的 那首先就是電影啦 那其實電影呢 一個主演和不是主演 即是二、三首的話呢 GARA呢 都會有幾大分別的 那如果是主演的話 就大概1000萬日圓左右啦 如果不是主演的話 就大概50萬到100萬日圓的 那電視劇的話 他就一集一集這樣去計的 通常都 那我找到的時候知道也都比較舊啦 就是講到2018年的時候呢 當年GARA最高的藝人就叫做米倉良子啦 那他呢 一集就大概有600萬日圓左右啦 那當年奶木板就不是真的那麼紅啦 還有Anadaro Bandis的Nanas也都未出現啦 那所以他們的GARA呢 通常都是10-30萬左右而已 那綜藝的 我上次也有說過 我就不特別提及啦 那舞台劇的話 其實都會有不錯的收入啦 那就是每一場公演去計的 因為如果你是舞台劇的話 你通常都會不停地出的嘛 那一場的公演就大概5-20萬的 那但是舞台的排練也都比較久啦 還有辛苦的 那所以時間的投入呢 都不同電視劇的 那最後最後就是廣告的收入啦 本來我也想找回一些更新的資料 但是我發現2020年的時候 那個綜藝好像已經不見了 Maiyan和Anana寫的 那所以我就找回之前的資料啦 那其實2018年的時候 Maiyan呢是登上了這個 CM女王的寶座的 Total不知道有十幾間公司 找她去拍這個廣告的 那原因呢 第一就是因為她知名度高啦 第二就是漂亮啦 第三就是她是相對地便宜的 但是呢 說出來都比較嚇到人的 因為她那時候呢 她那時候呢 都是收緊一個的CM 是大概2千萬到2千5百萬的 去到2019年的時候 她就上升到2千5百萬左右啦 那但是說著 真是Top的女藝人呢 她們一個的CM 可能真的收緊五千萬啊 或者四千萬左右的 那所以去到最後啦 我上次所說的Maiyan 她一年是有1億的收入呢 是真是不出奇的 那但是因為這個2千萬的這個CM 是未包括公司的收成的 那所以呢 最後她自己收到的錢 都是不知道的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所說的 收錢的方法啦 好 條件就來到這裡啦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少少 成員她們的收入的系統啦 那還有呢 最近呢 我好像不太知道自己想做些什麼的 那所以大家如果有些什麼想聽的話呢 記得留言告訴我啦 那今天就來到這裡啦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啦 這個Channel每個星期五的8點鐘 在這裡 upload一條新的影片的 那敬請期待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